賀爾宜我覺得多多少少 如果被賈郡錡所影響的話 會有傷 所以我們要直接給崔嶼 譬如說民進黨直接講說 賀爾宜這個房子現在房租漲了五倍 哇聽起來實在太恐怖了 多血血深 從3000變16000 對差不多五倍 可是一個是四人房的價錢 一個是一人房價錢 你出去訂房間 你出去訂房間 你會用四人房跟月房比嗎 你現在沒有給人家四人房的選擇 當時四人房的房間 是一個人是3000到4500嘛 那現在因為那時候 他四人房也被人家罵嘛 說還好急啊什麼什麼之類 那現在侯爾宜是整棟房子 是委託星光人壽嘛 去做信託嘛 那星光人壽後來 他就有他自己的經營方式 所以他就把四人房取消了 現在是單人房跟雙人房 那單人房是一萬四到一萬六 那你一直想看嘛 3000塊以前是四人房 3000到4500這樣沈下來 也沒有比較多啊 可是差不多價值 一坪還是3000啊 沒有變啊 對啊 一坪還是3000 那是五倍啊 他記得說什麼比101還要貴 或什麼這些 那個他的講法 不同的物件 有不同的地段 有不同的材質 不同的管理 我覺得這樣拿來比是蠻奇怪的 尤其是大坪樹的房子 跟小坪樹的房子 房價也都不一樣啊 你去買一個150坪的房子 單坪的房價 會跟你買個20坪的房子 單坪房價一樣嗎 也不會一樣啊 我們社區有100坪的 你去買跟60坪的 你覺得一坪會比較 誰會比較貴 當然是小坪樹比較貴嘛 這大家都知道嘛 但是現在大家有就情緒勒索啦 就說啊 因為你要選總統 所以呢 你房租呢不能說那麼多 你應該要對選擇好一點 玩家有很多民進黨 就是要嫁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啊 好 那我覺得 那侯儀還可以參考 可是這個 畢竟是他娘家的房子 因為侯儀 這個其實有個故事 因為那時候 在2018年的時候 民進黨就去打大軍團 那有個故事就是說 這個為什麼娘家 後來會蓋這個房子 後來成立一個 租育公司去出租這個事業 是因為 後一之前當警察的時候 他有個小兒子嘛 後來火燒車 後來就被燒死 被燒了之後 其實他的岳母 對他是非常不諒解 曾經罵過他說 你去當警察都不顧家裡 好好一個小孩 被你顧到死掉 所以後來娘家呢 就弄了一筆錢 娘家非常有錢 是上海的商人 然後後來非常有錢 就在文化大學 弄了這塊地 然後蓋了一個房子出來 就說你以後 你就你要拼事業沒關係 那我們岳父岳母 來幫你照顧這個家 所以有這個東西 那後一其實 其實他就真的 是比較尊重他娘家那邊 老婆那邊 他就不會去顧問 過問這些事情 我記得當時在107年 2018年那時候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每天他一出現 記者就賭了 就問他很多細節 有時候細節講不清楚 然後後來就一直被打說 你怎麼說謊 等一下 我那時候還想說 我還想像個畫面 後一會不會每天晚上在家 跟他好不好看電視 我就還有什麼 再跟我講一下 趁現在有空的時候 就說有 你如果要被問 對每天都被問啊 好那現在 因為當時就被打得很慘 那就解約了 解約之後 他就想說 那就不要做宿舍 那我就委託物業公司來處理 那在物業公司 他也不是專門出租學生 那一般上班族也可以租 那這個就是回歸市場機制 其實周邊也有很多房子 對不對 那學生確實 就是如果覺得這個地方 真的有點貴 其實並不是 他不是寡讚的市場 你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而且就我瞭解 有一些朋友啊 他有一些助理 也是文化大學畢業 他說以前大群館其實很棒 他們那時候抽到大群館 其實是非常開心的 這有一個歷史的原因 因為大群館那時候 是被文大納在他們學校的宿舍 那後來2018內照以後是解約了 所以現在後來才委託給 對這樣讓大家覺得那幹嘛 還學生還可以去抽 那個大宿舍 以前有這段 之前他們抽到之後 還覺得非常開心 就是說大群館 便宜而且管理的很好 可是那時候民進黨 因為政治鬥爭嘛 就把大群館講的一無四處 後來整個解約之後 其實我知道文化大學 很多學生也是很不滿意啊 他們覺得你們到底要幹嘛 選舉是你們在選 為什麼搞到我們宿舍沒得住 所以後來侯友宜 那一次是贏蘇生倉29萬票 大群館整個都是沒有任何影響 那現在我覺得在法律上 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現在如果打一個道德勒索 就是說因為實際上你要選總統 那你要那麼多房子 你就不能夠便宜一點嗎 你還好意思說你照顧學生 你自己都不降價 那我覺得大家就自有公平 因為我因為以前蔡英文 也是非常有錢嘛 蔡英文之前炒地皮 然後賺1.8億 然後國民黨有講出來嘛 民進黨有打 民進黨說不要亂講 我們哪有賺1.8億 這四千多萬 那不是一樣嗎 那你要不要把這實驗端案 拿出來分一分 給學生做營養午餐 這樣打這種道德勒索 我覺得大家自有公平 我剛剛都沒有打斷葉原志議員 因為我也很想知道 他怎麼講這件事情 其實我先講 原志議員這樣講 雖然我不同意 可是我可以尊重他的講法 娘家的事嘛 市場機制嘛 他這樣講可以 社會會有公斷 但趙少康你憑什麼講說 大群管凱宣院這麼貴 民進黨要負責 你把這件事情 完全怪給民進黨政府 那大家媒體問他說 你怎麼解決啊 趙少康講說 那民進黨要補貼租金啊 說實在你說什麼消費啊 你會不會太瘋了 這件事情本質上 我講事實 事實裡面無論中間什麼過程 2018年那個時候 一個人大概就是三千塊 現在大概漲了五倍 一萬六一萬七 今年有沒有漲 我跟大家報告 今年最新訊息有漲 今年八月份在漲了五百塊 連五百塊都在漲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事實上 大群管附近的房價 他特別高 今天李政浩有特別去找 附近的幾個房子的租金啊 五平大的八千多塊 六平大的八千多塊 九平大九千多 這代表什麼意思 平均附近所有的這些租屋 以行情套房來說 大概一坪一個月租金 大概是一千多塊 那以現在這個凱宣院 他一坪租金變成三千多塊 所以大家會想三千多塊 是什麼意思 大安區的商辦 一零一的房價 是非常非常高的 為什麼現在大家會打剝削 為什麼會有學生站出來 包含大家看一下這裡 上面是直接想 猴猴爽當包租公 凱旋願年年漲價 文大學生不是韭菜 更不願當潘娜 假補助曾治肥 侯友宜出來面對 甚至有人直接去 昨天去洗地 寫說包租侯坑學生 我其實一開始我也覺得說 市場即使他就不要住就算了 我也有很多同學是文化大學的 文大的供需之間的關係 不像我們想的一般的市場 如果學生沒有住在文大附近 每天他的生活就是騎摩托車 從山上養得大道下來 住在士林捷運站附近 或劍潭站附近 第一個很冷 第二個養得大道很危險 所以學生如果可以的話 很多會想選擇 住在附近 可是供需之間有個落差 他這也是市場方比需求方 強勢很多的市場 所以凱旋院在這邊 你會產生兩大效果 從經濟學角度 第一個 你也會拉高附近的房價 第二個是有學生租不到 付比較貴的租金 還是得住這裡 所以這件事情侯友宜 他其實可以很簡單處理 這也不是道德勒索 你今天在選這個事情 當你大談土地正義 居住正義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發揮你的同理心 你講說 好吧至少啦 我的家族啊 我們討論過了啦 我太太的啦 我幾年內我不會漲價 還是說我願意釋出多少來幫忙弱勢 這態度也不願意面對 那他的態度就是 市場機制啊 漲就漲啊 趙昭康加碼 民進黨要負責啊 民進黨要補貼 侯友以這個租金的漲價 我說這種 護航的方式聽不下去 OK 但仁傑有一句話 趙康說那覺得貴必要租 這個詞一般 一般不要出來會比較好吧 因為總是他會感覺 他講當然他說那是市場機制 你們大家覺得貴可以不要租啊 或什麼 然後接下來有講說 就是民黨 當時是因為你們追殺大軍官 所以後來才挑戰 所以漲價 所以才漲價 所以你要補貼 可是再怎麼樣 那個覺得貴不要租 這幾個詞會不會怪怪的 那個網路上立刻有人說啊 那嫌雞蛋貴不要買啊 嫌菜貴別吃啊 吃別的就可以了 這種就是一個 很負面的一個說法 我必須講就是說 是不是尊重市場機制 如果對一般的這個上班族 對啊 或他已經進入到這個 就業市場的人來講 我認為那個你當然可以作為選擇 但因為今天談的對象叫做學生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認為侯陣營的處理的 有些回應 就不見得那麼符合觀感的問題 我現在強調觀感 因為他當然 他不是法律問題 他不是法律問題 因為他一直在強調說 他有繳稅金 我也知道 比如說剛剛源氏一直在解釋 什麼大坪數小坪數 那我就只問一句 那為什麼他變成小坪數 為什麼他是五點五坪 因為你們要切九十幾個門牌 因為要避開繳那些房屋的稅 所以你可以做大坪數 但你不要你要做小坪數 因為你要省稅 合不合法 合法 有沒有觀感的問題 有給大家自己去想 我也羨慕啊 但我沒那麼大的房子 可以切到這麼多的小坪數啊 那這一塊侯正營就不談 這第一個 第二個說 原先在大群管的那個爭議 是不是因為民進黨打壓 現在有個東西叫網路 網路有個東西叫Google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這是二零一八年的新聞 當時在文大的大群管的部分 其實不是說什麼學生租到很高興啊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當時是用租給學校的方式 那由學校成租完了之後 再去租給這個學生去住 所以這中間有沒有價差 我給各位看啊 當時跟這個 這個侯家簽約的這個前校長啊 他有出來 那時候就提到說呢 大群管每一年的租金要調漲5% 而且他還講到在內文裡面 大家可以去Google 這個新聞都還在喔 內文裡面 他其實有提到說 當時學校也有說 可不可以用頓售物價的 這個指數方式來談 但是侯家人堅持不要 但是我也必須要講喔 他有說侯家說 你每年可以來檢討 每年可以檢討 如果你覺得不想要了 你可以提前一年幾月 好但重點是 在這個新聞裡面內業提到 原先的租期是十五年 你知道嗎 十五年的合約收入是多少錢 三億兩千萬 我給各位看數字在這裡 十五年的租金 這是文化大學的前校長 他們出來講了 吳問益喔 三億兩千萬 這新聞報導上面寫的 有問題請找這個 那這裡面包含到 剛剛提到說 是不是學生很高興或什麼的 我再給各位看到 同樣報導的最下面這一段 在這個地方 當時的校長說 他也知道這個狀況是這樣 所以他們要以改建 校內的大眾管為例 最後幾樣 希望改建完之後 學生能夠從大群館引回校內 就不必再付高額租金 這是當時簽約的校長說的 我不知道以誰說的為準 因為現在看國民黨的意思是說 都是你們在亂搞啊 這怎麼會這樣 那我也不太知道這個 那當時那個校長 為什麼要這樣說 所以我剛剛強調 就是說如果要談合法不合法 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去 去說他不合法 因為他說對啊 我切門牌又怎樣 我就是合法的資產管理啊 我給物業公司 物業公司告訴我說 按照市場行情 他覺得要漲就OK 但我們回到了 為什麼拿101來比 這件事情有殺傷力 因為很簡單 101租給的是商務人士 他是租那個來做門面 來賺錢的 來作為生財的工具跟地方 那我們今天談論對象叫做學生 如果今天國民黨認為說 我今天看到這些學生的辛苦 所以他的學貸要免利息 所以他買房子 我們希望補貼他 讓他可以不要用頭款 就可以買房 結果發現到說 可能有一批念文化大學的學生 他需要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是來自於租金這一塊 不要租啊 賢貴就不要租啊 這種說法會不會有一點扣分 我覺得那讓國民黨自己去評斷嘛 我先講各位第一個 包括剛剛講那是娘家的產業 包括娘家的產業 如果剛才仁俊所講的 那個前校長所講出來的 15年你說的三億 那都是合法產業 人家產業就是這個樣子 市場就 我就講不要因此會仇富或什麼 但原始這些數字出來 或是剛講那句話 那賢貴你就不要做 雖然不是好講的 那是趙小康講的 可是這些會不會還是會有一些 你知道現在相對於剝奪 四個字一出來 他就是會有一些 賢貴不要租 其實我覺得他原話也不是在嗆人家 賢貴不要租啊 我沒有逼你 不是你這個表情就不對啊 你這個表情就要不太 你不能用這個表情 手一閒票 他也沒有這樣 你說他沒有這樣 他不是這樣 他是在有學生問他 他就說他可能表達意思 跟我剛剛講差不多 這是一個市場機制 那大家如果覺得說 在價格上面不能接受 其實還有別的選擇 我覺得他要表達這件事 我剛剛有講 他有講說就是一個市場的機制 他表達真的是 但如果說被洽出來說 賢貴不要租 你想像畫面感覺 因為很多人不見得是看影片 很多人想像畫面可能就是 剛剛是在嗆人家 喝不食肉咪啊 但真的沒有 但真的沒有 那當然我覺得 如果侯友宜他可以影響他的娘家 娘家真的宣布就是說 是不是調降 因應大家期待或什麼照顧學員 那當然有做總比沒有做好 可是我還是要回過頭來 這個事情是不是侯友宜 他自己能夠決定的 因為畢竟他還是娘家的事情 就像這個冠婷 如果你老婆娘家什麼事 你一直 我要選舉 你們配合我 我覺得你也不太容易 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 多多少少給他一點尊重 我會溝通一下 還是要尊重一下 因為要打動相對負負責感 那蔡英文 我要講蔡英文就是很有錢 他大學的時候就開超跑啊 對不對 那什麼東西都非常棒啊 那硬要去講這些東西 那是蔡英文不能有資產 他不能有物產 他所有的財產都要賣給大家 然後分開倉失蹤 然後否則人家就會說 為什麼這麼有錢 你過那麼爽 為什麼可以 這我覺得有點太情緒勒索 這沒有就事論事